每一份餐店的混量都非常充足 这是为止满到面团楼上的 一间早午餐店的交白餐店 让人可以用亲民的介绍 在这段混量的东西 CP值是最大的关 这次金钱很多人可以高管 我们的份量就是有比其他的店家 来得大分跟丰富 对对那至于它的价格的话 我们就是设定在 不会很高也不会很低 因为来的客人基本上 给我们的评论就是吃CP值的 我为什么在做拼盘 是因为我想要把我的拼盘 做得跟别人不一样 以外我要让客人点了餐 拿到这种餐 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主食 就是很丰富 然后让你们有惊喜的感觉 无关系对那种的拼盘料理 都快得入这些 共调大分量的心意 到园的餐店 无法充足够给输业 在实在上 竟然因为有严格的包館 可以吃点安心 我们比较喜欢类似这种早午餐的 因为在台北生活习惯了 已经对跟南部这个吃粥啊 牛肉啊已经已经远离那个甘油 房间真好啊 感觉来吃呢 真舒服啊 还有很多客人都逛的啊 餐店还蛮好吃的 而且主要是蛮多样性的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比较挑的是 饮料要无糖的这样 对像现在有一些早餐店的奶茶 可能都比较甜之类的 对但是那边可以做一些无糖的之类的 对就比较健康 熟悉的用餐环境 加上菜担在多完 先为民众用餐的好散敌 另外入仗也很大心 菜用算上点餐的服务 让人家的不用担心 就能享用到 很点很座的味道料理 我们的生活来说 麻辣有彩虹不得